在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中 宏观经济形势仍然是大家关注的交流 今天没有继续走出反弹很清楚 这条报告显示很多地产企业的紫禁面 在中三角地区其中一部份中小企业 正在想办法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 在今年的CCPV经济年度人物评选当中 中国暴暴仍然是最重要的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今天我们继续关注依法治国的话题 看过电影机器战警的观众 不少都对片中那位拥有着 人类头脑的机器警察印象深刻 而在现代科技化的今天 科幻电影的情节已经开始走进了现实 南京警方通过十年的努力 已经开发自己的机器战警 这款南京牌机器战警 虽然不能向电影里的机器战警 直接冲锋陷阵 但是同样拥有一颗判罚能力强大的超级大脑 那么他到底有多大的本领 又是怎样的计算和判罚的呢 这是美国好莱坞电影 机器战警的片段 莫菲是底特律的一个普通警察 一次他执行任务时 被一伙暴徒暴打致死 科学家没能救活他的身体 却将他的头脑和机器完美地合二为一 莫菲成了一个有着人类头脑和机器身体的机器警察 能应付各种各样暴力活动的莫菲成了底特律警察的王牌 而科幻影片中的机器战警正在江苏南京变成现实 10月22号 记者刚到南京 当地民警就告诉记者 昨天中午他们刚破获一起盗窃案 一家商场的监控探头将案发现场情况全部记录下来 这是2014年10月21号中午大概12点30分左右 我们同时在中南部动念巡逻 我们是由南往北的巡逻 然后发现这个视频上 就正好这一网 有个人 他骑了个主力车 但是他的主力车骑了 他是沿中南部西边 就北往南骑 这个就是平常出现了一个穿红颜色鱼衣 他骑了主力车 但他速度很难 这就很可疑 民警张磊 发现这个穿着红色鱼衣 骑着电动自行车的男子 慢慢地沿着路边溜着走 眼光时不时地扫向停靠在路边的这一排电动自行车 看起来好像在寻找什么 这名男子的异常举动 引起了张磊的注意 当然不一样 如果说他搬事的话 他肯定骑得很快 起码不会是这么慢 他都速度很慢 最多一小时 施工你作为 这不是一个驻驻车的速度 对吧 然后国贝先生往车停到地方了 停下以后 然后他就在这个地方观察 他可能目标就是这一排车呀 然后在那等了大概几分钟 发现在行政处罚当中 有一个王政 就同层同事不同法 同案同事也不同法 存在的自由采量权滥用 这么一个问题 吴灵云告诉记者 以往遇到盗窃这类治安行政案件 在具体处罚多少的问题上 有很大自由采量权 一般情节可拘留五到十天的 如果没有关系 没有熟人 可能就爱上线拘留十天处罚 而相反能打点关系的 可能就拘留五天 甚至不拘留 就罚款几百元了事 受处罚的当事人常常不服气 觉得执法不公平公正 据南京警方统计 在行政执法量罚系统推出前 每年都会收到九十余起 针对治安处罚案件的 行政服役行政诉讼 其中认为治安处罚 结果不公平不公正 同乘同案不同罚的 有三十余起 占全部复役 诉讼案件的百分之三十 比如说五天到十天的这么一个幅度 但是不同的情节 不同的案件 在过去我们 由于民警 不同的民警 或者甚至不同的单位 对他的处罚 可能都是不一样的 甚至在南京 同城里面 也会出现不同的处罚结果 就会造成我们的当事人 对处罚结果的不满意 无法量化 自由裁量 让一些当事人 对处罚结果不满意 导致投诉不断 而法律条文 对于不同案件 不同情节的裁量 并没有特别具体的规定 那么怎样才能将处罚量化 做到精准客观统一呢 针对行政案件的特点 南京警方法规 技术等有关部门紧密配合 决心联手打造 自己的机器战警 所以这块呢 我们通过我们科技部门 对这些这个要求 对我们这个用我们的这个软件 对我们研发的这种科研成果 来转化为为我们这个执法规划 这块的工作 十年磨一剑 从2002年到2012年 南京警方经过不断研发完善 终于完成了这块行政执法量罚系统 这位盗窃电瓶的男子 也会经由这个系统接受处罚 张磊对于盗窃电瓶的男子进行询问 并将具体情形逐一输入电脑 现在我们这个南京市公安局 有个这种行政执法的量罚系统 而且对你这个作案的过程 情节以及法定上的从中从进 监信家中那种 对你进行量罚 是不是自己特案自首的 我不是特案自首 不是不是是吧 我第一次在这里面 是不是不是特案自首的 那这个半个月之内 你有没有潜测之类的 没有潜测是吧 据介绍 无论是拘留还是罚款 电脑软件根据初步询问 以及案值大小 首先设定一个处罚中间值 然后将每一种具体情形都设为一分 按从重减轻等情节 分别在中间值上加减一分 比如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 盗窃行为拘留天数是5到10天 中间值可设为7天 处罚1000元以下 可设500元为中间值 然后按当事人情解情重 和具体情形来加减分 最终通过电脑软件 换算成具体处罚天数 处罚金额 把它切割成15个单元 或者说5个单元 那么取中间值 一天为一个单元 它就要一天一天的把它切开 然后这个在系统内部 就是你具备一个 你中间值 你具备一个重庻行为 加一天 你具备一个重庻行为 你具备一个检验 来观察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对这个故意伤害 故意伤害这个案件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从我们法治部门 做了一个规范 设定了四个档次 分别为情节较重 情节一般和情节轻微 以及显著轻微 这么四个档次的情节 另外在每个档次中间 有划分了若干的情节 然后在这个基准值基础上 从加重处罚的 就是加一个分值 减轻处罚的就减一个分值 从而最终计算出一个 处罚结果出来 就在民警调查询问 偷电瓶车的男子时 警方又接到一起报案 有人在南院一个游戏厅 聚中赌博 警方依照行政执法量罚系统的程序 立即张开行动 警方在处理赌博盗窃 卖淫嫖娼 故意伤害等 大大小小行政案件中 经常会遇到 法律规定比较模糊 民警自由裁量权 比较大的问题 处罚可轻可重 可上可下 很容易办成人情案 关系案 甚至出现同诚 同一性质案件 有两种不同处罚结果 而行政执法量罚系统的诞生 让法律变得更加公正 那么这个系统 还有多少秘密宝典 接着来看我们记者的调查 10月22号下午4点多 南京市公安局南院派出所 接到群众举报 说有十几个人 在一个游戏厅里聚中赌博 出发前 办案民警的手机上 就接到行政执法量罚系统 发来的执法程序 行动注意事项等相关提示 用警方的话说 这叫执法宝典 但里面的一些具体内容 讲的是出警时到现场要了解 赌博场所的一些规模 抓赌 抓赌是要表明我们 一个警察的一个身份 然后控制嫌疑人 警力如果万一不足的时候 因为出现场 第一现场是我们两个人 两个民警出警先去 如果警力不足的话 还可以要请求增援等等 这一些细节方面的规定 那么相关的法律法规 我们在这个系统里面 已经收入了将近千部法律法规 这么多法律法规 如果放在身边 我们测算过 这本书最起码有半米高 那么这时候如何查阅 民警在实际过程中就很困难 为此我们就建设了 这个制法包脸这个系统 比如说发生一起跳楼警情的时候 我们的民警到了现场以后 通过移动警务通 能够迅速查找到 这种类型的警情下面 它都有哪些处置规范 也有哪些处置要求 它都可以在手机上面一目了然 然后迅速开展相关工作 所谓执法宝典 也是行政执法量罚电脑程序的一部分 其主要内容涵盖执法程序 出警现场注意事项等 记者注意到 每个民警左肩位置 还佩戴有一个特殊设备 现场记录仪 警方告诉记者 现场记录仪除了记录下警方出警 现场抓捕 调查取证等全过程外 还能起到规范民警执法 保护民警自身权利的作用 记录的内容 也会直接进入行政执法量罚系统 七分多钟后 民警赶到现场 警方一边亮明身份 一边迅速控制现场参渡人员 依法展开调查取证 经过仔细清点核实 共收缴用于赌博资金 一万五千多元 抓获赌博嫌疑人 二十一名 并带回当地派出所 进一步开始调查询问 你这个昨天参赌的金额是多少 充了五百 充了五百块钱 然后这个民警查获的时候 你这个卡里面还有多少 一千 就是应该是一千零七十 一千零七十几 一千零 这个就是一千零七十几人民币 是吧 只有你赢了 赢了五百多块钱 是不是 那么这个赌博机 它是用什么方式进行赌博 就是推采票都行 就在南院派出所民警 对聚众赌博的二十一名嫌疑人 哀客进行调查询问时 洪武派出所这边 对盗窃电动车电瓶男子的 处罚结果也出来了 目前按照他们法庭请求 他没有一些从政请求 第一不是自首 也没有逼顾行为 第二来他也没了前客 没有人的前客 也没有从容的行为 那么就是他属于这种 很普通的盗窃行为 根据他这个特导的 这个物品价值 一个普通列明 然后盛腾 两发结果 点击盛腾 那就是行政区的七点 或者行政区的七点 并出五百元以下发布 民警告诉记者 电脑计算出处罚结果 仅仅是行政处罚的第一步 他要最终生效 还得在网上履行一系列程序 首先将全部调查询问材料 形成电子档案 上报给上级有关部门审核 通过以后 处罚结果才能最终生效 这当中签名 盖章 全部采用五指化办公 我们在技术上做了大量的支撑 包括我们在文书上面 包括我们的笔录上面 实现了我们的电子笔录 电子笔录 同时配套了这个比如说电子签名 电子签章 甚至我们在全国也是首家 在文书上使用这种二维码 确定我们使我们的整个这个 网上流转的这个证据材料 真实 可信 民警所要赶在网上 把领导赶在网上审核 达到这么一种效果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 为了让取证环节更加严谨 扎实 电子签名 盖章 还必须和指纹扫描 二维码 现场抓捕 审讯等环节的录音录像资料 相互印证 形成一整套的证据链 值得一提的是 为了防止办案过程中 出现偏差 遗漏 执法量罚系统的设计制定者 还专门研发了一套 与之相应的执法监督系统 同步跟踪监控办案过程的 各个环节 将以往的事后监督评考 变为全过程的监督 就是我们讲源头规范 源头规范 就是在问题产生之后 在于整改 那一个结果 有很多是不可理论 对当事人群立的情况 对我们管机关 整整的承担来讲 都是不可理论 我们期待什么事情 通过实施的监督 跟基层四级 实施联动 把问题发现了去早 整改再早 杜绝这种不良的执法 后果产生 行政执法量罚系统 大大缩短了案件流程 以前至少要花七八个小时 跑部门审批 现在几分钟之内 就可以完成审核报批 而且全城都在网上公开 实现五纸化办公 一年下来光纸张费用 南京市公安局 就节约十多万元 好 广告之后 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好 欢迎回来 行政执法量罚系统 保证了执法的公正性 避免了人情案 有效维护了法律的公正 那么刚才看到的 参与聚众赌博的那名嫌疑人 在行政执法量罚系统 这个机器战警面前 他又将面临着 什么样的处罚呢 南院派出所民警 突袭一个游戏厅 将现场聚众赌博的 21个嫌疑人 带回派出所 根据行政执法量罚系统的要求 对参与聚众赌博的嫌疑人 一一调查询问 这个我先问你啊 你这个你是不是在2014年10月15号 因为赌博被处罚过 是怎么处罚的 就是上去 怎么处罚的我问你 这是法管的还是拘留的 就是法管的 法管的是吧 那么根据法律规定 你就具备了一个 从重处罚的一个情节 懂了吧 那么我现在问你就是你从昨天到现在 你是否主动接受公安机关的处罚 认错态度比较好 这个同样的按照法律规定 你如果说这个主动接受公安机关处罚 认错比较好的 你也就是会有一个 重新处罚的一个情节 懂了没有 知道 那么马上等一下我们将根据 南京市公安局行政案件 自动量罚系统对你进行处罚 我们到时候看结果是什么 那现在跳出来是建议 行政职留13天 并处500至3000元方法 实际上 行政执法量罚系统是行政执法通网络 电脑三维一体的有机结合 是现代科技向传统办案的延伸 将网络技术的速度 五指化传统的调查询问结合起来 通过电脑的量化打分 最后得出相对科学公平的判罚 在这套网络办案模式的影响下 南京一些社区民警 也积极探索网上服务的路子 通过建立QQ群等方式 拉进了辖区居民的关系 在帮助社区居民解决纠纷 难题的同时 通过建立网络警民关系 从而增强预防 协助破案的功能 像我们前年的时候 我们周边发生了两起 抢劫当身女生的案件 后来我把这个协助人 他正在我们群里面 我也发布了 发布以后后来 有个业主过来 都过了两天 有个业主跟我家 其中一个男的 他这个项目偷照 和你刚才在购物群里面 描述的比较像 后来我们通过工作 后来确定 那个人就是洞北来的 一个抢劫嫌疑人 当时我们到他家 抓到时候 把他抓获以后 他女朋友都不相信他 后来我们在他家 收到被害人的身份证 被害人的手机 当他女朋友面 收出来以后 他女朋友才惊呆了 南京警方行政执法量发系统 推出实施两年后 网络科技在 现在办案中的比重 迅速扩大 投诉率也迅速下降 这个推广呢 当初呢 我们也选择了五大类 这个案件 以下 连运调章 赌博 盗窃 故意伤害 和欧大他人 这五类 这个五类呢 从目前我们情况来看 基本上也占到了 我们整个的行政 治安案件的 80%以上 对吧 那么从2012年 这个系统实行以来 这五类案件 已经处罚了 8800多件 8800多件 这些案件里面呢 没有一起 引发 服役和诉讼 目前呢 我们这套系统呢 除了南京本市在使用 一直在使用 同时已经推广了 包括江苏 湖北 西藏 江苏 等等 9个省 130个城市 都在推广 用这套系统 南京警方通过 这个行政案件 自动调罚系统 很好地实现了 同城同事同罚 同案同事同罚 让公安行政执法的 公正性和执法的公信力 得到了有利保障 党的18届四中全会 专题研究 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 其中保障司法公正 是重中之重 不能让法律实施 出现偏差 出现弹性 更不能因人因事 因情而不同 这样才能真正的体现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科技是工具 互联网技术 在执法中的应用 是让法律的公正透明 得以通过技术手段 获得保障 是维护执法公正 领域的产物 从执法一线开始 让伸张正义的努力 落到实处 南京的机器战警 无疑提供了一个 有效的思路 好了观众朋友 今天的经济半小时 就是这些内容 感谢各位的收看 稍后是央视财经评论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